大家好 欢迎收看然后说 我们抱歉以这种形式和大家见面 别问 问就是一些不过抗力的民俗 言归正传 在2021广州车展上 广西本田展台还是有很多很多亮点的 其中比我们最近的 就属第五代奥特赛的中期赶款车型了 作为高端家用NPV 奥特赛在中国市场上 一直有着不错的口碑和销量表现 这次中期赶款车型 将会是第五代奥特赛最后大改款 简单来说 新车看起来老公更为精致 更有日期NPV的范儿了 内饰布局发生变化 并配有Honda Kinec指导互联系统 最最最最关键的就是新款奥特赛 相对于老款车型 在内饰用到方面有了一个大幅提升 中侧内饰也是首次在奥特赛车型上出现 让整个车内看起来更为高级 除此之外 这回新奥特赛在第一排车上和第二排车上 都采用双层夹胶玻璃 而轮毂也采用了近云轮毂 可见本田这回真的是在隔音方面下搜的功夫 动力方面 还是我们熟悉的那套220升iMMD混动系统 这套动力系统在油耗和驾驶质感方面 都有着不错的口碑 据了解新款奥特赛 像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上市 隔壁加加赛纳 你的日子可能不太好过了 除了老熟人奥特赛之外 这回广泣本田还有我们带来 1N系列首款车型 1N P1 这也展现着本田对未来电动化 智能化时代理解的一个全新打卷 即便是纯电车型 1N P1的运动基因依然非常强大 首先它採用全新智能高效的纯电架构 并整合了三合一高功率驱动电机 大容量高密度电池和高高性 纯电等车专属车架以及底盘平台 在智能化方面 1N P1采用了制控生态系统 ENOS搭载了先进的HMI系统 搭载上通机最大的15.2英寸中控屏 以及10.25英寸彩色全景仪表 为我们打造出极具智能化和未来感的数字座舱 除此之外 这台车还配备了HANA Sensing安全驾驶辅助系统 和HANA Kinec 3.0纯电动专用版本 外观方面 1N P1采用的是1N Design的全新设计语言 简洁的设计风格充满了未来感 新车将在2022年正式尝试 除了1N P1以外 1N SEV Concept车型未来也将在广汽本田投产 1N P1的发布 标志广汽本田电动化时代已经来了 据了解2030年以后 本田在中国推出所有车型都将是纯电动车型 在未来 我们将看到广汽本田的新的产品 新的生产 新的营销服务体系 注定会为中国消费者带来全新的价值体验 新的营销服务体系 新的营销服务体系 新的营销服务体系